原标题 这女儿就是林娜,是她唯一新生女儿。李娜,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,因中间休学一年,1965年,从北京大学毕业后,分配在解放军报社当编辑。文革开始,她的母亲一马当现,成了文革先锋,那大浪大潮,把李娜也卷了进去。 凭着李娜那响当当的背景,才26岁,就当上了解放军报总编辑。此时,她用笔名小笔,不过,李娜没干多久总编辑,就被父亲调去当联络员。 她当联络员道也是合适。她的年龄跟红卫兵相仿,穿一身军装,可以随便进出各大学,了解到的第一手材料,及时向父亲汇报,使父亲了解文革时期,基层红卫兵的一些情况。 1970年初,父亲又让肖立到井冈山那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武器干校锻炼。 这一次锻炼,使公主爱上了很普通的平民青年。 他在武器干校锻炼期间,跟服务员小徐相识,相爱了。 这小徐曾经在北戴河管理处当服务员,父亲是山海关车站的班道工。 李娜会爱上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小伙子,人们颇为震惊。 母亲知道后坚决反对,无奈与儿心意已决,就写了一份要求与小徐结婚的申请报告给父亲。 结果,父亲在报告上写下批示,同意,转将轻育。 这下子,他的母亲无可奈何,只得同意。 李娜和小徐在武器干校举行了简朴的婚礼。 不过,婚后不久,李娜和小徐就因性格不合,知去不同,感情产生裂痕,彼此分居。 但李娜怀孕,1972年5月,生下一个儿子。 孩子来了,自己要工作,就得雇了一个保姆。 既要给孩子买牛奶,又要付保姆费,你那个工资低,钱不够用,生活感到很困难了。 生活困难了,就想向父母求助,她知道母亲也是没钱,就想向父亲到钱,但又不敢直接开口。 1973年,李娜就将她的困难,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慈汇报了,请求爸爸给予帮助。 他说,我不敢跟爸爸说,怕爸爸说我过不了艰苦的生活,请张叔叔跟爸爸说说。 张耀慈很同行李娜,如实地报告给了毛泽东。 毛泽东表示,同意给予李娜帮助,并问张耀慈给多少钱合适。 张耀慈鼓起勇气说,那就给八千元吧。 毛泽东想了想说,江青、贺子珍、李敏、李娜,每个人给八千元,平均吧。 于是,主席批了一个条子,从他的稿费里,取出了三万两千元人民币,给江青、贺子珍、李敏、李娜,每人八千元。 李娜的第一次婚姻,生育了的这个儿子,取名徐晓宁。 后来,李娜跟王敬青结婚后,把儿子改名王孝之。 王孝之,1972年生于江西,曾经就读于北京市外市旅游职业高中,后下海经商,认真打理了自己亲手创建的公司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